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银行的女员工张美伦正在追一笔银行的烂账 蒋老板是当地有名的欠款老赖 不管张美伦怎么苦苦哀求 蒋老板都不愿意还钱 当然了 也不愿意在银行的不动产拍卖协议上签字 与此同时 导游左翼杰忽悠了几个模特 出海寻找深海异种 正值的琼斯任船长负责开船 这天 所有人都登上了这艘游船 恰好蒋老板为了躲债也上了船 没有办法 张美伦也只能付钱登船 碧蓝的海水其他人都玩得很开心 除了张美伦 这时 游船收到了神秘的无线电求救信号 琼斯想要开船前往营救 左翼杰不同意 他认为 去营救不知道从哪来的求救信号会耽误行程 导致后续的旅游项目没有时间展开 最终 琼斯没有办法 只能将顾船费全部退给这个黑心的导游 随即转航 很快就找到一艘快艇 此人自称爆帅 因为游艇意外出现毛病 所以发布了求救信号 原本琼斯不愿意拉上他的快艇 因为游船的负重已经满了 如果再拉上快艇 发动机会过热造成停机 剑前掩开的导游受到爆帅酬劳后 就擅作主张地答应了 而琼斯在导游满嘴胡说八道下 最终也只能答应拉上这艘快艇 很快游船又出现新的状况 卫星地图和无线电都失去信号 不远处还出现一座无名岛屿 哐当一声 发动机过热停机了 需要两个小时才能正常启动 原本只能在海上滞留两个小时 导游害怕团员有意见 便让琼斯将船开到附近岛屿上 还给这座无名岛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天堂岛 一行人刚登岛时还玩得挺开心 丝毫没有对未知环境的恐惧感 琼斯船长领着几个员工留在船上 抓紧时间修整发动机 这时奇怪的再次收到了最初的那段求救信号 琼斯船长用尺子一凉 推测出求救信号来自眼前的天堂岛 所以刚才那个富二代的身份成疑 与此同时天堂岛开始展露了他的杀机 第一个领盒犯的是一名女模特Apple 当他的好朋友安妮发现自己的闺蜜不见的时候 连忙找左团长去找人 可左翼杰根本就不认识路 当众人意识到自己被骗之时 左翼杰当然成了出气筒 一顿痛扁当然少不了的 误打误撞这时发现了一具骷髅 左翼杰吓得哇哇大叫 一无一时地承认 这座岛第一次来 是因为发动机过热 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启动 所以他就自作主张将众人 带到这座无名岛游玩 这时安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她认为这个死人和左团长无关 是被困在这座岛上活活饿死的 蠢萌少女张美伦急了 那我们快点回到船上去吧 不然我们也会活活饿死的 剩余的女模特和团员 开始慌不择路的开始乱跑 很快就传来阵阵惨叫声 看来他们都命犯怪兽附中了 这时琼斯也赶到了这里 他到处翻看骷髅身前的物品 确认死者不是个华人 而且已经死了十多年 琼斯说他是接到求救信号 才会来岛上找他们 之后琼斯船长开始给众人分配武器 但是只不过是一些木棍 张美伦的武器稍微好点 也不过是一口平底锅 琼斯还贴心地给他换上了 骷髅生前穿过的球鞋 此时游船也开始出现怪物袭击 船员很没意气地开船跑路了 当然琼斯船长一行人还完全不知情 他们现在也迷路了 琼斯船长用刀刻的记号 不知道被谁给伪造了 众人也因此起了争执 黑衣男因毒瘾犯了 便借口上厕所远离了大部队 就这样离奇失踪 众人知晓后更加慌乱了 都加快步伐想抓紧时间 立刻离开这片森林 左团长误彩陷阱也死了 现在整个岛只剩他们五个人 可是当筋疲力尽的五人赶到沙滩时 发现游船不翼而飞 众人的唯一希望 只剩富二代的快艇了 琼斯带着豹帅以及蒋老板 三人合力将快艇拉到了岸边上 而趁这个空隙 安妮给大家搞了一点吃的 并且发现左团长的尸体不翼而飞 琼斯船长检查了陷阱 根据现场残留的痕迹 再加上找到一块蛇的鳞片 判断出这座无名岛上 应该有一条直径至少半米宽的巨蟒 之后琼斯检查了快艇 发现快艇只是煤电和燃料 回到岸上后 他说岛上那个发送无线求救信号的装置 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一直工作 说明有一台发电机以及充足的燃料 于是决定明天白天就回到丛林 去寻找发电机和燃料 第二天天一亮 蒋老板独自一人回到快艇上 打开了木箱子 里面全是黄金 但是这一切被暴帅发现 为了避免事情败露 他将蒋老板打晕 准备秘密处理掉 但是琼斯几人早已醒来 原来暴帅的真实身份是劫匪 他是上周抢劫曼谷唐人街金库 杀死三名同伙 并独吞所有黄金的包兴国 琼斯上岛的真正原因 就是他知道暴帅的真实身份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包兴国身上还有手枪 场面瞬间失控了 就在这时 闻到血腥味的巨蟒也来了 被捆绑在地上的蒋老板 就成了巨蟒的盘中餐 躲过一劫的包兴国 并没有打算齐心协力 歹毒的他 打算将琼斯三人杀死 让他们的尸体拖出巨蟒 这样他才有足够的时间去找燃料 琼斯英雄救美 为张美伦挡住了一发子弹 正当暴兴国打算痛下杀手时 不知从哪里来的暗器将他击中 等琼斯醒来时 他手臂上的子弹已经被取出来了 救下他们的是已经在这座岛 生活五年的沈寒 五年前 他和妻子是一次游船事故的幸存者 他们乘坐湿湿的游船漂流到这里 可不幸的是 他的妻子被巨蟒吃了 他是靠吃老鼠肉为生 为了给妻子报仇 他已经精心准备了五年时间 而沈寒这里 还有他精心榨汁的植物油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 琼斯几人必须帮助他杀死那条巨蟒 诱饵会是谁呢 那当然是最有应得的包心果 很快巨蟒就闻着猎物的味道来到这里 便一口将包心果吞进了肚子 他们就是趁巨蟒在吞下大型食物之后 需要时间消化食物 趁这个空隙下手 他们利用藤蔓盖出去坑 然后利用植物油淋到巨蟒身上 可是关键时候张美伦去掉链子 索性琼斯及时出手 马上捡起地上的火鸡扔到巨蟒身上 熊熊大火瞬间铺天而起 但是安妮没有逃过巨蟒攻击范围 和巨蟒同归于尽 事后由于减少负重 琼斯将一百斤斤条全部扔进海里 当装好植物油后 沈寒拒绝上船 他认为这座岛更适合他 私里逃生的琼斯和张美伦互生好感 琼斯紧紧握住张美伦的手 看来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就此展开了 可就在这时 游艇突然不动 琼斯惊恐地发现 油箱没油了 原来沈寒根本没有将油加满 这时 双手提着黄金一脸满足的沈寒 回到了岛上 而那艘游艇呢 整个被深海异兽吞下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